击败二郎神 不是 那我这前不久刚都玩阎王 这就派你这三眼怪来啦 你不如洗啊 呦呦 这鸡尔啦 你洗定了 好 有过力三眼怪 来兄弟们 感觉浪哥可以赢这三眼怪的 可以来个长按点赞 强烈推荐哈 浪哥别得意 你要是赢不了二郎神啦 呃 这这赢不了 你们就 你们就用我的电邮表情包 操控我好不好 好 来吧 三眼怪看招 先往猴王合着合着卡牌 变硬加后车部合成 那变硬和棍机合成 招架 变硬和变硬再合成 金身 棍机和后车部合成 战术后仰 变硬再和棍机合成招架 诶 就咱这看剧牌 你拿什么跟我打 狗鸡 诶 敢言语攻击我 直接先给你来张招架 女党下次伤害 反击伤害40 一头我嘴 你差池南飞 呃 三眼怪居然不攻击我 等着吧你 好 还嘴硬 我直接再来张招架 三眼怪 小虫小弟竟敢搬门弄 你这是 什么问题眼妖属啊 看人家狼神这里就拍天眼啊 下三次的攻击伤害 直接翻倍 伤害翻倍 那那那那 那我继续招架 隔点弄他的伤害 大死你个鬼损 那我去 我这合个头上 冒着三转火 身上散发着金光 这难道是要 放终极大招 哈哈 三眼怪 你的吉日已到 看我的大招卡牌 基本打一张 就让致女死 我 拿来吧你 浪哥啊浪哥 你是猴子请来的逗逼吗 这就是所谓的大招卡 啥也别说了 兄弟们老规矩 咱们电影要走起 你们莫笑浪哥菜 你玩你也败 再给浪哥一次机会 看我如何逆风翻盘 老规矩 开局还是先合成卡牌 金猴皮鞋 切尔西 不对劲 经过上板的教训 肯定不要先打出去 这切尔西战鞋都出来了 其他战神估计也会出现的 兄弟们 浪哥这波盲猜 有没有道理啊 有道理 先不要往外打牌 咱们继续合成一波 金猴和棍机合成的粉卡 当头一棒 手里剩下的牌合不成了 大狼神又开了天眼 伤害打我翻倍 那咱们就先打一张后撤步 躲避一波三眼怪的攻击 卡牌游戏 卡牌游戏 你说干啥用的呢 哦哦哦哦 不误了 这三张卡牌 肯定是能和下边的卡牌合成吧 哦 先和哪一张呢 哎 就这张鲨鱼的吧 喝喝看啊 哦 可以跟切尔西合成 但是好像也没啥变化 不管了 波一波打出去了 哈 好家伙 猴哥咋穿上黄金切尔西了 哇呀呀呀呀呀 哎呦 嗯 蓝色妖姬 你爱不爱 这是蓝色妖姬 蓝色妖猴 我头上的火焰也变了颜色 哦 这蓝色火焰可以移动 这难道是跟卡牌合成吗 啊 杨尾游戏走 伤害灵 和与伤害卡牌合成 哦 哎呀呀呀呀 终于是合出厉害的牌了 直接和当头一棒合成 嘿嘿 兄弟们 比如这张牌 有敢说啊 直接起飞信不信 不信不信 浪哥就爱吹牛 嘿 还不信 我要是靠着这张卡牌 能战胜二郎神 您必须得给来个长按点赞 强烈推荐 走 OK 好 小本不是拿好了 浪哥只要一遍哦 咱们接下来呢 要做的就是 合出攻击卡 然后呢 再和杨尾游戏走合成 来堆叠伤害 如果手里啊 没有能合成的攻击牌 那就只需要先躲避 二郎神的攻击即可 毕竟啊 没堆叠完伤害之前啊 保密是第一位啊 这个就叫专业 好的 现在这张牌的伤害呢 来到了二百六 拿二郎神的血量呢 只有三百 那就呢 再合成最后一次 伤害直接来到了 三百三 别别别 三眼怪啊 三眼怪 求饶也没有用了 拜拜了您 三眼怪